高考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一分之差就能决定孩子的命运 复读 只有考上重点大学 你这辈子才会有好前途 你怎么就知道让我考重点大学 中国这个社会就这样 那都是单关有钱人的天下 你妈拉你后读 读思为你啊 你要想将来被人尊重高看 你必须考上重点大学 这是改变你命运的唯一出路 我又不是你手里的幕偶 我愿意考重点大学有错了 你盼望家瑞长大成才出人头地 我理解 但我们得知道 人的命运由不得自己 我也只是怕我进不了监制班 现在进监制班的资格被取消了 你考什么重点大学 你心里准了分数考大学 你还在乎过什么 我连自己的女儿都不了解 我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呢 我也没有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样 人无力摆脱自己的命运 却显一手操纵恶女的命运 这岂不是不自量力吗 岂不是人的愚昧无知吗 我们不知道命运掌握在神的手中 都错误地认为 靠自己双手能创造幸福 知识改变命运 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 也受了不少苦 但他们真改变命运了吗 人如果认识神有真理了 那才是活在冠冥中 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转变了 才是根本的变化 人有了人生的目标 凭真理做人 绝对顺服神 凭神化活着 心里深处 感觉踏实 亮澎 心里没有一点黑暗 完全示范自由地 活在神面前 读神的话语 明白真理了 认识神的全能主宰 就归向神 走上人生正路了 就不会再为改变命运抗争了 没有真理啊 真是愚蠢至极 只有追求真理 能顺服神 敬拜神 这才是人生观明路 才有真正的前途 是 是 今天 都不愚蠢至极 都不愚蠢到 大家都不愚蠢 你们 着 我们 好好